2007年10月1號 那後面的事情他自己講 好不好 因為那一個其實那一個就是古早歷史 我覺得他到了大海台之後 那個 我覺得他是對抗一個體制 因為體制他不見得是對的 所以他非常勇敢去挑戰 實際上他會比較白服 沒有我覺得雖然他付出代價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他來爽 其實老師不用擔心啦 他雖然去年講的是紀委寫說 我們說ABC的 你不要再說了 然後呢 我們上去年的這個時候的這個課 我們上到不想下課 所以今天我的責任是 我們10年以前要下課 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開拍 那我們後門會守起來 你們也別想出去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如果我們這個把它升起升起來 好不好 這個要不用 對不用 就要電腦 對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現在被電腦已經很操作了 太 怎麼講 太多了啦 我們今天就不要電腦好不好 好 OKOK 啊那個我等一下會長時間 我們會有10分鐘那個台話的時間 這樣子 老師請問一下我可以錄影嗎 上課 你 只要是你開口 我是你都答應你 啊謝謝老師 對 我知道有一段關於你非常感原的故事 真的 我知道你都一直在用影像來寫生命 對 我知道你都一直在用文字感動別人 我也知道你常常有自己的意見跟別人不合的時候 但是你也要捍衛你心中的正義 哎呀老師我要哭了 真的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加油 好所以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我都不會自覺你的 你說的都是對的 好OK 但是我會建議你不要忙著錄影 好好享受一下我們跟同事那個 跟同學一起那個那個交談的這個過程 好好享受一下 你都忙著幫你的讀者做紀錄 可是不要忘了享受那個空白的時間 這樣好不好 你說 請好 好 那既然有沒有是第一堂上課的同學 請問我們幾個都是啊 第一次呢 對啊 啊不是第一次的 稍微舉個手我看一下 還有這樣的 1 2 3 3 4 KIPHOP 不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的 從第一到 你不是 第二到 你不是 1 2 3 4 5 6 其實他都是第一次喔 那我們等一下要拆喔 等一下要分組的時候 我們要把那個 I am I cool 等一下我們分組的時候就把它拆開 好不好 那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要上什麼 但是呢 今天一定會讓你們的手很忙 然後待遇很忙 一百千里就 就好 那 其實 上過新聞才寫 ABC 跟 或是EFG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做新聞跟寫書 有兩個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誰知道 所以從小就是天生寫手 然後每次出去一定得前三名的 我們這邊一定有愛寫字的人 我猜 你都不可以去抓你的手 沒關係 我看看這個 阿兒 沒有我都不寫 有 你喔 我是不寫會死的 不寫好等一下 關鍵字齁 不寫會死 那小時候的瘋瘋瘋瘋瘋瘋 所以大概簡單講一下好不好 關鍵字齁 有 而且只有投稿的稿子而已啊 投稿到哪裡 沒有就射看 然後我只有投稿報紙 投稿到射看 然後就寫日記啊 你第一篇被採用的稿子叫什麼 國中的時候 對 那一篇 像他比賽 我忘記了 第一篇你這麼重要的第一次 你忘記了 那裡面有在寫什麼 那裡面有 好像就寫投稿這件事 投稿這件事 那你寫的大概是什麼 我就記得就是說 因為我國中的那個 我就從頭到尾迅速一下 然後把我的心理解決 就是 我國中其實是在社學班 那做為表不起就是那些分 那比如是非太非太這種事情 然後呢 就是我其他科其實很爛 那就是做我的社務特別好 那就是靠這個拿信心 然後有一天就是看到 拿信心 拿信心啊 他沒錢的啦 沒信心 如果有信心更好 那所以說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個投稿 那個有海報嘛 有海報 然後我看一看之後我就會說 那我可以嗎 那有一些心情轉折 後來去投了 就上了 有一些是關於 好 這上了之後給你什麼樣的一個福利 其實 其實 嗯 同學間就突然發現說 欸這個 這個人怎麼好像還有兩把刷子 這樣 對 就要沒土氣這樣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現在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那個時候升學班是 你沒有到一百分是要排隊去 去挨那個 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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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差幾分打一下 就是看他一提是幾分 差幾分都要打 只要你有錯就打老師 對 好 OK 所以你是不會寫 你是那種不寫會式的人 那到了高中 國中 大學之後呢 我是念專科 專科之後呢 專科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念的是護專嘛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就是 大部分是寫日記 那有時候就是投到校函 然後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有一個 叫長校文學長 我就投一個閃文 什麼文學長 長 就是他們的名字啊 長校 就是兩篇長校 長校文學長 對 哇好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拿了那個閃文獎 閃文獎 啊 對 有現金嗎 有 我記得那時候我已經畢業了 才回去領獎 然後呢 多少多少 好像是 五千來一萬 哇 對 然後 賺一盒就可以賺五千或一萬 嗯 那個是二十九年前 哈哈哈哈 二十九年前有這麼多的錢 對 它是文學長首獎啊 對 然後 等一下 那一篇寫什麼 那一篇寫基隆 因為我念得一部專 而且基隆的寫什麼 基隆 我 因為閃文 我 我還記得第一句話 我 我記得本來就是說 我在專科的整個心目歷程 對 對 然後 有没有产生比较难忘的? 我记得我要投那一天的时候,我先拿给我妈看 我本来想说,这到底要不要投,拿给我妈看 因为我妈看着在哭,我说,好,那可以投的 她为什么哭? 她很感动,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住校 所以我妈也不知道我在那边有什么成长的这种心意不存 因为事实上专生,一个国中,你想想看,国三的学生 然后自己并步行离到基隆去 你住哪里啊? 我住三重 老家在三重 因为是北区,成绩不好,是考到德育物专 那时候应该算不错的 没有,老师你客气了,我们最后是没有合买的学校 就是最辛苦的住院,住校是什么? 住校过程,你妈妈看到了老爸在的是什么? 就是,事实上,一个国三毕业的小孩子 他其实他还没有学会怎么照顾自己 对,然后就是,就是我们都是自己拎个行李 该到哪边就到哪边去 对,因为我们的实习,我们学校很烂嘛 所以,你这个可以不要录啊 哈哈哈哈 他这个要演讲,然后会让他好奇 他会被弄关啊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比较弱势啦 所以说,找不到实习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是全身好 全身好 对,全身好 对,然后,中南部比较没有 然后就是,我们一到三年级,大多是在学校 可是有一些 那四五年级会到哪边跑? 可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 比如说,会到神力基隆医院啦 还有那个什么,山上的海军医院啦 或是很多,很多地方去基本护理学习 等于十八岁就要一脚片,是不是就对了 可以说要刚十八岁啊 国三的时候起手 对啊 对不对,等于十八岁你就要跑 那你最远去哪里? 最远去桃园疗养院 就是那个好像 自己去 自己去嘛 疗养院有一些很特别的病的 就是病的病的 对 那你觉得最苦的那段日子就是实习吗? 实习的时候也是啦 不过我觉得就是 国三的时候刚开始住校的那段时间 因为我们学校的学姐之很严 就是像钢兵一样这样 对 那学姐会怎么弄呢? 学姐就是 我们比较反复走过去 没有看到学姐 然后学妹 好,就站站那里 学姐好 然后这边是学姐好 在转角就会这样子 在转角就会这样子 对 因为那个住校的 住校的那个很封闭 非常封闭 然后你就会看到转角有个学妹在那边 不断的学姐好 学姐好 那有好几次才可以做 没有,他才一个钟头之后再来看你 一个钟头 对 你有被一个钟头过吗? 我没有啦 就是赶快学姐好 对 把时间较好的 对,把时间较好的 好,OK 那影片文章的标题叫什么? 标题我忘记了 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 可以找得回来吗? 可是我只记得我拿那个奖金 因为我毕业之后 那个公务员要三个月才来领料薪水 公务员要三个月才领料薪水 对 这个我倒不知道 所以我毕 虽然我毕业了 可是我没有薪水 我就靠那个东西 过了好几个月 那时候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 那么久以前有一万多吗? 一万六 一万六 一万六吗? 对 二十、三十多年 二九年 二九那时候 月期就一万六 我三十一的公务员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到医院你上班啊 你又有卫生加急啊 有好多的钱啊 三十年前有一万六 算是很棒 我们现在新进的进来就快四万啦 我们没有二十二K的 没有二十二K的 没有一万六的是不是 有 二十九年前 一万二 一万二 三十年前是一万二 在医院里头有卫生加急 还有很多东西 以前还有韩十五家经典 OK 这就是过去回溯的历史 所以你看 不写会死的人 第一天的时候讲 是要忘记录 好可惜对不对 老师你如果到五十岁就会知道 没有没有 不是在考你的记忆 而是说我们今天 从现在开始学习的东西 每一个都要让他留下记录 对 就是要留下记录 但是用你的笔去写 就是说 你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留下来跟你的孩子说 你要练习去写 然后把他记录下来 我有一本书 就是累积过去十年的日记 出来的 叫带着牛肉去旅行 那就跟大家分享写作的重要 好写作跟写信 我搞什么不同 写作是兴趣嘛 不写会死嘛 它的热情嘛 方向转到我绝角的时候 我都在归类 你在讲话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归类听关键字了 然后哭 有谁会为你而哭 哭是那种心中的感动 不是我们写到读者都要哭 你要去寻找你的读者群 你知道你的读者群在哪里 写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 你看我看这四个字叫留下记录 那这笔钱对你来讲 这个奖金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那一段历程 你可以反映到一个时代的历史 所以你现在跟我讲的 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可能才 好 好 拿信心这件事情是引发你 兴趣的开始 有了兴趣就开始有了热情 除了奖金的鼓励之外 其实我觉得兴趣是所有 写作最重要的那个心裁 是没火也好 是炭火也好 非常重要 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很喜欢写 可是你不喜欢去比赛 可是你就是喜欢写日记这样子的举手 喜欢 有写日记习惯了 一二 诶不错哦 三 好 几年级开始 小学六年级 小学六年级 啊几年级开始 我啊 我从小学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还好 可是断断续续 不是说年级 五年级开始写 写那个啊一级啊 小学一年级 你那是用这个啊 多多来 对不起 那是四十年 你们客气 哈哈哈哈 三十年 好说五十了 四十年级 四十年级 要不要 要不要 没有 只有三十九啊 你算错了啦 不是 我说小学一年级开始吧 七岁 那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没有特异功能的 为什么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写写 父母经规定了 家教生年 你爸爸是公务员吗 我爸爸是公务员 我爸爸是教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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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受得了吗 一年级开始学一年级 奇怪 奇怪 从小就喜欢讲话 然后我父母经就说 你为什么把你讲的话写下来 我都会写字啊 他爸爸有没有很厉害 有 有把他的兴趣变成他的热情 可是他是不写会识 我是写的短 写的会什么 写的会转 然后就比较写的 然后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从某某某开始写 然后 开始会写字以后 开始写字 那你是用助音写的事情 用助音写吗 对用助音写啊 刚开始用助音写啊 后来慢慢学了字以后 你开始那个 就开始用助音写啊 写的话 可是 你没有办法会写得很好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说只能说 做日常记录 那就OK啊 就生活记录而已 并没有办法说 是真正的东西 写一遍 因为有有整齐 对你自己做去 我可以老师 我在这一期 要告诉我 对于你小学 一年级就开始写日记 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更好的 就是等一下我一定会真 好 那这个写日记的过程 你们想到后来写文章 或者写文字的习惯快速来 就是这样的写文章